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在海风轻浮下,谭松韵以红裙漫步于海岸,尽情展现日式浪漫风情与清新之美。 谭松韵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令人羡慕的海边照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这组照片中,谭松韵身着一袭红裙,飘逸动人,仿佛一朵盛开的花朵。 他的细软发丝在海风中飞扬,五官精致动人,脚踩在清澈的海水中,展现了少女般的天真烂漫。 这组照片无疑吸引了大量粉丝的目光,不少网友纷纷表示,看到这些照片后,仿佛被带入了一个梦幻的画中世界。 有网友感慨道,想要变深画中仙。 还有网友激动地表示,一眼就爱上了。 由此可见,谭松韵此次海边漫步的照片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实际上,这并不是谭松韵第一次在海边拍摄照片。 早在2022年,他就曾发布过一组类似风格的海边照片。 当时他身穿一条碎花连衣裙,站在沙滩上微微回首,神情温柔恬静。 这次海边之行也获得了不少粉丝的点赞,显示了他一贯的魅力。 仔细浏览谭松韵的社交媒体账号,不难发现他对海边场景的喜爱。 无论是夕阳下的漫步,还是午后的散步,他总能在海风中展现出独特的气质。 这种喜爱也使得他的粉丝们对他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有粉丝调侃说,看来谭松韵是个标准的海边女孩,她一定非常喜欢大海的味道。 也有粉丝认为,谭松韵的海边照片充分展现了他的文艺气质。 穿一身红裙,在波光淋淋的海边散步,简直就是日式浪漫的极致呈现。 然而,并非所有人对谭松韵的海边照片都如此热衷。 一些网友认为,他似乎过于刻意地展现自己的另一面。 每次在海边拍照都是一副很有感觉的样子,让人觉得有些做作。 更有甚者直言,这样的照片有点老套,毫无新意可言。 尽管如此,谭松韵的海边照片仍然受到了大多数人的喜爱。 据数据显示,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这组照片,点赞数已经超过了100万,评论数更是达到了50万。 这种反响再次验证了谭松韵在时尚圈的受欢迎程度。 作为一名新进时尚icon,他的每一个动态都能引发广泛关注。 尤其是这种充满失忆和浪漫的海边照片,更是能够引发粉丝们的强烈共鸣。 谭松韵在海边拍摄时的精致造型也获得了许多好评。 他选择了一件红色连衣裙,恰到好处地突出了海边的蓝天白云和沙滩的清新感。 有人甚至认为,这身装扮堪称完美诠释了东方女性的优雅魅力。 我们不禁要问,谭松韵为何如此偏爱海边这一场景? 是因为大海的广阔气势让她感到自由,还是因为海风与阳光的交织给她带来宁静淡雅的感受? 或者,她只是单纯地喜欢在海边放松身心,感受生活的美好时光? 通过谭松韵在社交媒体上的多次分享,我们可以窥探到她对海边生活的迷恋。 她在采访中曾提到,自己从小就对大海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仿佛那里蕴藏着无尽的想象空间。 每次来到海边,她都会感受到内心难以言喻的平静与喜悦。 有评论者认为,谭松韵对海边的情感,很多程度上源于她的文艺气质。 作为演员,她必然具备对生活细节的敏锐观察力和独特的审美视角。 而海边的场景恰好能够满足她对自然美和生活韵味的向往。 谭松韵在海边的表现也体现了她对生活状态的追求。 相比于城市生活的刻板,她显然更喜欢一种随性自在、悠闲舒缓的生活方式。 在海边漫步,感受海风拂面,无疑能让她暂时远离喧嚣,重视内心的宁静与安宁。 总之,谭松韵的这组海边漫步照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 她在海边展现出的独特气质,正好迎合了当下年轻人对生活方式的追求。 这也进一步巩固了她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谭松韵在逍遥中的黑衣造型路透曝光,眼神如炬,深邃而迷人,惊艳全场。 2024年8月11日,备受瞩目的古装巨制《逍遥》在先热潮,一组谭松韵的黑衣路透照经验曝光,瞬间吸引了无数目光。 在这部精彩的《逍遥》中,故事设定在一个虚构的古代王朝,王朝内忧外患,各方势力暗中角逐。 谭松韵饰演的女主角出身卑微,但她拥有一颗坚毅勇敢的心。 在命运的波折中,她不断成长,凭借过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江湖与宫廷的复杂纷争中披荆斩棘。 这组路透照中,谭松韵身着神秘的黑色衣衫,仿佛融入了暗夜的深邃。 然而,最令人瞩目的是她那锐利的眼神,犹如划破黑夜的闪电,犀利而坚定。 她的眼神中仿佛蕴含着千言万语,诉说着角色内心的波澜与坚毅。 谭松韵一直以来以其灵动的演技和甜美的形象深受观众喜爱, 但此次在《逍遥》中的黑衣造型,却展现出了她前所未有的冷艳与成熟。 她成功突破了以往的形象束缚,以全新的面貌世人, 使得观众对她的演技和角色塑造能力有了更高的期待。 逍遥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影视作品,自开拍以来就备受关注。 这次谭松韵的路透曝光,更是让粉丝和观众们对这部剧的期待值大幅提升。 相信在谭松韵的精彩演艺下《逍遥》必将成为一部令人难忘的经典之作。 谭松韵在演艺界以她的多才多艺和出色表演而闻名, 她在即将到来的电视剧《逍遥》中无疑会再次展现她的魅力和才华。 让我们共同期待她在这部作品中的精彩演艺, 见证她在演艺生涯中又一次华丽的蜕变。 谭松韵的每一次角色塑造都能带来新的惊喜, 相信这次也不例外, 她将为观众呈现出一个全新的, 令人难忘的角色。 白鹿杂志一经推出瞬间授庆, 从默默无闻的小透明到炙手可热的流量女王, 她的蜕变全网皆知。 白鹿小姐姐写时装El Official, 七月封面花絮震撼亮相。 这不仅仅是一组普通的照片, 而是一场引人入胜的视觉盛宴, 仿佛瞬间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甜美的夏日梦境。 阳光透过轻柔的云层洒在白鹿的身上, 它宛如从童话世界中走出来的精灵, 每一步都散发着迷人的光辉。 网友小鹿乱撞激动的评论, 这哪里只是封面, 简直就是夏日限定的壁纸大礼包。 青山与麦田的诗意融合。 在花絮中, 白鹿如同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 轻盈地掠过无尽的麦田, 远处的青山如带, 整个画面美得令人陶醉。 这一幕让人不禁联想到成长与梦想追逐的故事。 白鹿似乎在通过他的姿态告诉我们, 无论曾经有多么迷茫或坎坷, 只要心怀梦想, 脚下的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网友麦田守望者调侃道, 白鹿是在麦田中寻找灵感, 还是在练习青宫水上瓢? 不管怎样, 这姿势都值得满分。 从无名小卒到顶流明星的华丽转变, 白鹿的成长历程宛如一部励志电影。 去年, 他刚刚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如今已经成为首握多部热门剧集的顶流艺人。 去年10月, 他的第一本二小杂志费加罗销量仅为1万多本, 而在仅仅8个月后的今天, 尽管没有新剧播出, 他凭借时装7月封面, 17分钟内销量便突破了5万多本, 这样的速度堪称火箭发射。 网友数据小能手惊叹道, 这不仅仅是销量增长, 简直是粉丝热情的爆发。 杂志销量背后的深意。 别小看这杂志销量的猛增, 它正好反映了白鹿在公众心中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从无名小卒到登顶榜单, 白鹿的每一步都显得坚实而有力。 他的剧集不仅在国内市场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海外粉丝也纷纷关注。 此次杂志销量的激增, 使得白鹿现象成为业内讨论的热点。 网友国际鹿粉自豪地表示, 看看,我们的白鹿已经走向了国际, 杂志销量不过是冰山一角。 狮发花絮,性感与可爱的完美结合。 谈到白鹿的狮发花絮, 那真是独具魅力。 狮碌碌的发丝贴在他的脸颊上, 不仅没有削弱他的美貌, 反而增添了几分性感与不羁。 这组照片一经发布, 立刻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 网友们纷纷赞叹, 白鹿的颜值真是惊艳, 连施发造型都能驾驭得如此完美。 还有网友脑洞大开的猜测, 白鹿这是在拍洗发水广告吗? 如果真是的话, 我肯定第一个买单。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